当然算他几岁 所以呢 当然这地方我们可以 插入函数里面没有这个 所以自己打Date 所以这个可能要稍微要记一下 Date if 刮户 然后怎么算他的那个几岁 几岁的话呢 那就是前面的日期 逗点 跟什么日期比呢 跟今天 所以今天的话你可以自己打一下 Today 记得再加一个小刮户 取得今天日期 再加个逗点 比什么呢 比Y就比年 OK 比完之后呢 就会刚好 如果他有满 他就把那个 就是加一岁 如果没有满 他剩下来 就是我们在取他的月 所以打勾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会算出来 他44岁 但是后面的话呢 我们需要把什么 把这个字串 这个字串呢 加到我们刚刚44的后面的话 那基本上 如果未来呢 你们希望把某个字串 加到这个后面的话 记得就是说 他有固定的规则嘛 一定是end end串接 然后把这个当成字串 放在这个后面 所以基本上 记得就是把这一串 干脆复制一下 Ctrl C 再切回来之后 搬到资料编辑 特别之后 你不能直接贴上 因为他没办法接受 他一定要固定的这个 他的规则 一定要串接 一定要先双引号开头 贴上 再加一个双引号 就前后要加双引号 end OK 把它打勾一下 这个时候会出现 44岁N个月又N天 但是大概已经 这个雏形快要完成了 可是又差什么呢 这两个N 这两个N怎么把它改成 我们要的 实际上这两个N 第一个N呢 应该就这个 第二个N就这个 那怎么改 特别注意啊 这个地方 可以先把它切开来 双引号 双引号 切开来 移到中间 end 再移到中间 就切成两半 一样串接 那串什么东西呢 串这个 Dedive Ctrl-Z 移到这个中间 贴上 那把刚刚的Y 改成YM就可以了 OK 那它就取什么 取剩下来的 年的部分我已经取完了 剩下几个月我不知道 我要取那个剩几个月 那你告诉我剩几个月 YM 可以打勾 一个月 八月 现在九月 剩一个月 等于又多一个月了 OK 那还有几天 不知道 没关系 可以把刚刚贴上 这个N有没有 一样的方法 切开 有没有 字串跟字串 反正切开就是 再补一个刷以后 移到中间 end 串接起来 再把那个公式贴上 记得 不过这个 它因为太长 所以旁边有个 这个两个箭头 点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再把它展开 这边 改成叫M D OK 也就是说 刚刚年已经取完了 月取完了 剩下日 OK 那就MD MD就打勾 好 拴出来了 所以这个人 到目前为止 四十岁岁 一个月 对 就这样 九月 然后又十五天 十五天 可以 今天二十号 可以 所以刚刚好 二十 算起来 刚刚好 所以底下的话 直接把它往下填满 完成 OK 所以基本上 我们做法 当然就这样 一 先把这个先做完 二 用串接 把我刚刚 我们刚刚那个后面那个 贴到后面去 然后再去修改里面的N 第一个 记得 先双引号 双引号 endend 这个endend 然后中间包一个 我们的那个公式 否则的话 没办法串接 那做完之后 当然后面 你还可以再做 VBA部分的话 也许我大概就是 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 就是 假设按个 就输出的话 输出到这边 按个清楚 那VBA部分的话 实际上 因为 在VBA里面 虽然有计算 那个 日期的相关函数 不过没有 这个datum 这么好用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 实在是在VBA 也找不到更好的 函数的话 那我干脆 用一个做法 怎么样呢 我就直接怎么样 把这边的公式 直接就 丢到这边来 所以 假设我今天 需要输出一个按钮 输出到H栏的 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这个我想各位 可以稍微 因为好像前面 也有讲过类似的 如果你将来 你希望把这个公式 直接输出到 其他栏 或者任何地方 按下按钮 自动产生的话 那记得有两个 重要的规则 我只要把它放在 那个云端上面 第一个就是 如果说里面 有双引号的话 你记得要把它取代成两个